如果要在这样一张摇晃的大圆盘上搭乐高 要几个小时才能把人逼疯 今天这场比赛可以说是世界上难度最高的乐高比赛 因为这些选手都是经过前四季养骨难度洗礼的真乐高大师 还记得上一季结尾我许愿了诸神之战不 没想到有钱奥版是真舍得花啊 短了四年的选手终于浓缩成了一季Grandmaster 抛级乐高大师 第一季节目组就摆出了五星难度 选手们要在这块只有一个固定点的漂浮大陆上搭建故事 上下左右都有凸点限时14小时 为了方便大家回忆还是用前几季的组名 长发小哥组是第三季的亚军 风神战是极机游戏中的机械 他们经常做到一半重建但依旧有着恐怖的完成度 因此又得名重建组 这次大师赛首战也掏出了他们最强的机械 准备做一个开采太空矿的矿井 并且要让模型从任何角度都能看到机械的运动 Brickman又提出了一个已经两年没听到过的问题 两位飞土风爱好者又想起来被第三季直配的恐怖 将落后部分用纯色点亮遍布整个建筑 底部加了一些红色矿物点缀 全品直接给大家放原片吧 人类已经进化到14小时 能搭出这种东西了吗 他们底部的红色砖块用了一点小技巧 在后面铺了一层白色砖 所以颜色亮度很漂亮 如果直接在棕红色上搭建 颜色就会被底色吃掉 兄弟组就是上一季技术很牛 但是总跟龙过不去的俩小哥 第四季之后 哥哥的作品被收录进了丹麦的乐高金木模型展 他们这次准备做一个以灯塔为中心的飞船码头 周围的太空海盗正要对码头发起侵略 机械打开后 动态的画面传递了一种穿越时空般的科技感 他们没有选择在中心平衡点搭建 海盗船放在了边缘 整个搭建形态和平衡方式都非常的独特 但也因为海盗离灯塔太远 故事上有点失去连接了 热爱做大做强 但经常搞黄的选手自负小哥 第一期就开始折磨自己的新队友卷毛 卷毛是第二季的寄军 是非常擅长生物造型设计的捏脸大师 两人第一集就展现了临时组队的弊端 他们想要做一个地底人民和上层战争的故事 但Brickman问 这个岛为什么会漂浮在空中 用魔法强行解释不通 于是干脆换草图 故事变成了一座魔法高塔 塔顶落了一只凤凰 地面的掠夺者想要偷凤凰的蛋 有点像美版第一季冠军夫妻的设定 只是长得有点像而已 然而凤凰的翅膀搭得非常不grand 于是他们换了用黄色的树叶间谍的翅膀 中间用香肠零件衔接 巫师塔上栖息着一只巨大的凤凰 人类骑着龙和飞船盘旋在塔周围 试图找机会盗走凤凰的神弹 岛底部有许多小型火箭 为城市提供悬空的能量 凤凰的新翅膀乍一看还行 仔细看就有点临时抱佛脚的感觉了 不够丰满 技巧上也比较薄弱 但字幅小哥人设很稳 嘴皮子上还是稳定发挥 机友组是第二季的亚军 代表作决赛竞技场 还有飞屋环游记 而且爷爷是花衬衫爱好者 基本每次出场都有新衬衫 非常的度假风 他们这次要做的也是个云端之上的度假胜地 弧显的塔虽然线条难抠 但做好了就可以复制四个组成一个塔 再注入一些小故事 比如正在网空中倒垃圾的工作人员 整体算比较中规中矩的作品 厄运组是节目里边比赛边进化的代表选手 进阶到后期经常有意想不到的创造性 他们今天准备做一个有冲击感的画面 北欧神话中的围巾树 灰色的藤蔓树皮结构很漂亮 加上树叶后 整体的纹理和色彩都被点亮了 底部延伸了一段树根 岛上面的围巾人正在举行葬礼 神树顶部刚刚死去的人踏上了彩虹桥 进入了永恒的时空中 胡子组是第三季冠军 曾用临终小鹿爆杀全场的动物大师 第一场比赛他们准备做一艘火箭 让他撞穿了整个岛屿 上面的太空猴占领了这片土地 友情组是第四季的季军 也是进化型选手 而且每次的故事创意都很让人期待 他们这次的设定中 小丘比特厌倦了工作 于是制造了一个爱神机器人 替他们配对人类 成品基本还原了草图 机器人的构建也很独特 但放在超级乐狗大师里 稍微有点不够看 专男认为细节也还需要打磨 接下来这组是圣诞特辑的冠军 由第三季的妈妈和第一季的冠军 博赛东海王哥组成的 圣诞组要做一个反无头帮的军民区 出手怪正在袭击破旧的城市 这俩人组一起可以说是六边形战士 从故事色彩到塑形技巧无意不通 他们用了很大胆的色彩大面积扑色 饥饿的蓝色出手怪 在席卷军民区的人类 如果放在前四季 是可以打个不错的分数 但超级大师赛中 明显感到专男的严格 他认为故事中并没有讲清楚 怪物的动机 因为是大师赛 大家都想多看两集 于是节目组搞了个积分榜 Freakman将为每个作品评分 前三场比赛 积分最多的人会获得特权专 也就是说前三局都没有淘汰赛 积分垫底的两组是自负哥和友谊组 而本期最高评分的三队 刚好也是第三季总决赛的阵容 第三季真的人才辈出 我必须要说奥版第五季的质量真的没有一滴水 除了这一集 本期要求选手们创造起飞和落水的两个高光瞬间 限时六小时 主持人为了烘托气氛 还cost了美人鱼 很有核飞水的美感 甚至于说是紧强于迪士尼真人版 忘记说了 获胜的队伍可以被允许穿上主持人的美人鱼套装 厄运组是有点厄运在身上的 一上来就跟自信哥撞主题了 他们准备做一只钻进木桶的小猴子 这场比赛的搭建要点是 模型既要坚固 但在下落过程中又要足够脆弱 于是厄运姐用可以手动弯曲的人仔腿来做木桶 第三季没有碎开的作品让他们非常不甘心 为了爆炸足够充分 这次的砖块不能完全拼紧 除了零件 他们还妙用了自然重力 用长袋孔砖做出了猴腿 让原本藏在桶里的腿部 飞跃出悬崖的瞬间掉出来 他们非常担心放在水里的一瞬间 零件就会被水冲烂 或者先在主持人手里烂掉 因为看成品特写就会发现 每个零件之间都控制了缝隙 达国乐高都知道 这真的太不容易了 在飞跃悬崖之前 猴子金桶的表情和悬崖完美契合 加上掺脚的尾巴 我仿佛听到了猴子的尖叫声 四散的香蕉和猴脑 整个场景很有冲击力 自副哥要做一个藏在木桶里的魔术师 从悬崖跌落的时候 所有魔术道具都会从桶里扎出来 不巧的是旁边的厄运组也在做木桶 于是自信哥全程都在cue厄运组 抄袭他们的创意 中途他们给作品加了点戏 魔术师助理在身后拿着钥匙 试图拯救魔术师 他们还在魔术师的帽子里藏了一只小兔子 自副哥对本次的作品非常的自信 他应该是真的很想穿美人鱼服 但比赛快结束的时候 他们意识到了一个严重的问题 女助手也需要一个木桶 不然很容易倒在水流中 自副哥不知道是真想让人尴尬 还是太懂怎么做节目效果 总之队友Trent的捏脸技巧 真的是太酷了 魔术师和助手 以前以后的画面表现力非常震撼 可惜的是兔子卡在了帽子里 要是固定在魔术师头顶 很难不说这会成为第一名 兄弟组搭生物的技术 一点也不比隔壁胡子哥差 他们准备做渔夫 钓到了一条超大的锦里 在主持人的逼问下 他们勉强承认 灵感来源于他的美人鱼套装 他们的故事非常清晰 不需要旁白也能理解 渔夫钓到了一只 从未见过的金色传说 巨型鲤鱼 然而渔夫不知道的是 这只鲤鱼马上就要将它拉下瀑布 考虑到爆炸效果 他们还在鱼肚里藏了寿司 尽力放进瀑布的时候 有带游动的感觉 衰落的瞬间 因为重力拉弯了鱼竿 模型垂直掉落的这一幕 井里完美融入进了瀑布中 不过正如专男的预料 船板确实挡住了最开的零件 船换成木筏或许会好很多 长发小哥要做的故事 格局很大 乌龟被人类投到河里的垃圾缠身 被迫从瀑布上摔了下来 但作为爱归人士的Salti依旧很难接受这个创意 也许是用伤害动物作为讽刺 观感上有备于乐高玩得开心的slogan 他们更换了创意 改成了乌龟在滑翔伞上得到拯救的故事 但它后面的话成功让所有人都难受了 怎么有人长着耶稣脸说出这么撒旦的话 乌龟整体做了很棒的去颗粒化处理 龟壳看起来很自然的形状 实际上非常的有难度 一头栽下直接被开瓢的乌龟 将爆浆效果展现得很充分 我的龟龟早知道还不如烂河里 有一组的想法一如既往的让人期待 他们准备做一个探险家 脚下踩着两只鳄鱼滑下瀑布 背包里的财宝飞得到处都是 鳄鱼肚子下面安了轮子 不过战略的人物在水流里还能保持重心吗 散落过程中 背包里亮晶晶的珠宝散落每番了 炸裂效果可以说非常炸裂 动物之神胡子哥最开始也想到了木桶 在水中漂流又能炸开的东西 确实木桶是最合适的 他们不想撞提 于是删除了木桶 准备做一只为了活命紧紧抓住木发的猫 胡子哥简直是行走的动物图鉴 第一个镜头就已经非常好看了 胡子哥这次稳定发挥 他们特意将猫咪手臂做松散了一些 想要实现空中挣扎的姿态 脸上也写满了对着变故的懵逼 放入水中的那一刻 猫爪好像真的在阻止木发前进 虽然有新设计 但他们的动态感依旧有些不足 机油组设计了一个手抓滑翔翼 脚踏冲浪板的极限运动爱好者 他们打算搏一个神来之笔 让主人公最后降落在自己背着的小橡皮艇上 如果能成功 真的会被认为是演的程度 主角头上戴着小橡皮艇上还不错的霓虹头巾 他们甚至为他的裤衩上做了碎花 冲浪爱好者的滑翔而下的姿态很真实 然而他们期望的想法没有实现 可惜落地瞬间还是被主持人预言到了 几分榜揭晓 满分20分的比赛掉落过程中 因为机油组的救生艇挡住了作品 拿了最低分14 圣诞组和小哥组爆炸效果不尽人意 位列倒数第二 木桶对决中厄运组一举拿下第一 18分 自副哥和Trends17分 和雪星乌龟并列第二 总结一下现在积分榜上厄运组和长发组并列第一 下一期就能知道特权专的鬼属了 下一期 Go The trophy The lamp The clock That was gdzieś 我们下期再见